李宗盛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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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來自香港浸會大學 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的黃銘玉博士 大家好 然後其實我很感謝大會今天 邀請我們去講述 關於我們浸會大學去年 做了一個關於香港電競發展的 一個學術研究 其實為什麼想邀請我們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想 用一個學術研究的角度 一個教育的角度去告訴我們公眾 甚至是告訴政府 其實現在香港電競發展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對香港的電競有什麼看法 甚至是我們的公眾 對香港電競有什麼看法 然後呢 其實我們的PowerPoint是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是那個PowerPoint OK OK 謝謝 其實呢 講一下我們這個研究 其實呢 為什麼我剛才提到想告訴政府 聽究竟香港電競發展是怎樣的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研究呢 都是來自於 香港政府的一個關於公共政策的研究指助的 是的 雖然我知道這個 section 是用廣東話 我都想 我都應該 預期都有網上有些 international speakers 所以我都用英文去介紹一下自己先 所以 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其实我今天的presentation的内容 首先都想概括地介绍一下我们研究的结果 然后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去提出一些对香港电竞发展的建议 最后因为我自己个人 都是做一些关于和心理学有关的研究 所以都想给大家 或者我们特别是香港的家长 去知道其实去了解到 或者是如何融入自己的小朋友 玩电竞这个世界里面 或者是如何去了解到 其实他们是真的想在电竞里发展 还是可能他们真的有一点 或者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沉迷打机的情况 好了 首先我们做一个类似投票的讨论 来看看我们现在的观众对电竞是什么的看法 首先第一条问题就是关于 究竟你觉得电竞是否和普通的电子游戏是差不多的呢? 不好意思 是另一条 是第二条 麻烦 这条问题等一下我们会再问大家 第二条就是电子竞技是否真的等同于电子游戏呢? 大家有同意?不同意? 或者是大家对没有意见的 是的 或者在座有没有其他有没有什么朋友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可以举手 如果大家同意电子竞技是等同于电子游戏呢? 我们举一下好吗? 是的 对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的polling的答案是 好 80%都是不同意的 非常非常之好的 因为我都相信大家来到这个平台去知道关于电子竞技 我们都相信都同意是觉得是和video gaming电子游戏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了 对了 回到上一条问题 是关于大家知不知道其实电竞是否是亚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之一呢? 是的 是的 我见到有人下头 是的 好 我们可能过多几秒之后 我们就看看我们online上面的audience是有什么答案呢? 是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我们的观众 是的 大部分都有人回答系的 非常之好 是正确是将会在下届的亚运会已经正式列为是正式的比赛运动项目之一 那我们先去polling 是的 是的 没错了 其实虽然我未正式开始介绍我们的研究结果 但其实在我们对公众的电话访问里面 都有去提到或者去问到公众对电竞的理解 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powerpoint上面显示到 哦原来其实呢 有很多公众都是不知道电竞曾经是亚运会的示范项目之一 那其实同样 他们这里也显示到他们不同意电竞是亚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之一 这里的不同意是指他们认为不是 是的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公众对电竞竞已经正式成为亚运行目 都是有一知半解的可以看到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学术研究的角度里面 我们究竟怎么去define电子竞技呢 首先很明显第一件事就是和打机不同 另外一件事就是涉及到头脑和手之间的协调的 是的 所以其实可以是包是视为一个有运动元素之一的一个 运动一个项目 其次呢 而是电竞里面是具有公平的竞争元素的 是因为在奥南帕克的我们的policy里面 和definition里面呢 我们的运动呢 是虽然有公平的竞争 有standard的regulations 我们是有规则去评定 其实他的输赢这样的 那所以呢 这些这样的元素呢 都已经可以令到电子竞技比视为是包含了 运动元素的项目来的 是的 那接下来就是讲关于 都概括一下我们的研究 那其实呢 这个研究在2020年开始做的 那首先呢 我们都访问了25位 真是有打过电竞比赛的年轻人 包括是中学生 也是大学生 去了解究竟他们打电竞比赛期间 或者他们参与电竞训练期间 遇到些什么事情呢 有些什么他们对这个香港 对电子竞技发展有些什么看法呢 那从而呢 我们就再向大概2000位的中大学生去访问他们 他们真的对电竞的一些 perception 那些attitude 他们的态度 为什么他们参与 为什么他们不参与 那最后都访问了1500位 15岁或以上的香港市民 是问他们 关于对香港电竞发展的一些看法的 那在我们对中学生的研究里面 我们可以得知可以看到 其实真的很少人参加过电竞比赛的 都有中学生只有48人 大学生只有56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少人里面 其实我们的家长 他们的家长其实大部分都是知道 而且支持他们打电竞比赛的 或者参与电竞这个项目的 那中间他们都有提到一些 为什么他们参与电竞 例如他们的好处是 因为可以增强他们的沟通能力 可以获得成就感 那当然有一些坏处 都是一些 可能他们没有参与过电竞竞比赛的因素 或者阻碍他们的因素 就包括会影响学业 大家可能都是一个很普通的答案 那而且可能一些大一点的学生 可能大学生去准备要投身社会 他会觉得电竞比赛 或者参与电竞这个项目 就未必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那再加上其实这个也是源于 因为香港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 对电竞竞技相关的发展的政策 而且没有一些相关很系统性的比赛 或者联赛 影响到他们觉得在香港电竞 这个发展是有影响的 那其实呢 我们香港电竞运动发展 都已经初步有一个开始的了 那首先呢 因为我们都是以教育的角度出发 那所谓大专院校好像浸大了 其实是去年已经 已经开始了一个叫做电竞人才发展计划 去发展一些 去培养一些对于电竞有兴趣的人才 那不一定只是电竞运动员的 都可能是一些评述院 或者可能是去管理整个电竞比赛的 一些相关的人员的课程 那到一些有其他大学 都开始做一些关于电竞管理的 学试课程等等的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政府在1718年的施政报告里面 都已经开始推动电竞产业的 去为数码港 就是这里为发展基地的 那另外职业发展呢 都可以知道是还未很完善的 在香港是还未有全职的电竞选手 或者队伍 那所以其实对于去发展整个电竞运动的过程 是都有一些阻碍的 那所以呢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 也都研究的数据出来 都去支持我们 其实大猪院后是应该提供更多 关于电竞相关的课程去培养相关的人才 而在政府上面 都希望他们能够可以提供多一些资源 无论是软件或者是硬件上面的资源 直接发展 等一会儿都会有一个更加详细的概括 是关于我们对香港电竞发展一个整个框架的建议 那都是想保障 可能提供给我们电竞人才的一些资助 是的 和一些资源 是的 那时间关系呢 这个呢 都是一些我们对公众的 对公众对我们电竞看法的一些 一些数据 例如可以 他们都提到 电竞其实可以对我们社会是产生有积极的影响 其实他们都支持香港应该发展电竞的 是的 那这里再提到 其实我们香港电竞呢 其实已经有运动员在我们去年的亚运会里面已经拿到奖牌 其实所以 香港是非常有潜积去发展电竞的 那这个是关于大湾区的一些资料 都放在那里给大家作为参考的 最近也都提到 我们国际奥委会最新的agenda 都提到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列入虚拟 已经将虚拟系列列列入我们最新的奥委会的计划里面 那不单止是给一些虚拟运动 例如单车啊 赛车啊 赛艇啊 这些类型的运动 也都包含了电竞游戏 例如英雄联盟等等 那所以我们都觉得 香港都很应该要设立一个完整的发展架构 例如成立香港队 提供有系统的训练 再加上是要去定期举办一些联赛 或者在学校里面举办一些比赛 可以令到更多年轻人 有兴趣对电竞发展 对电竞这个项目有兴趣的年轻人 是可以参与我们这个香港电竞的发展的 那最紧要 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法定组织 去定立一些制度 去管理整个发展架构 那最后 都是因为都想给家长一些 take home message 一些提示 我怎样可以令到自己 可以更加了解小朋友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玩电竞呢 那其实这个题目源于 是因为我们在公众的访问里面 都看到很多家长 其实是有陪同他们子女 一起看电竞的 是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呢 都想给大家知道 其实玩电竞和沉迷打机 是有什么分别的呢 那这里呢 是一个表 是根据我们 我们psychology 在心理学里面 一个非常之 common 去断定一些精神疾病的一个手册 叫DSM5 那里面呢 International gaming addiction 已经是成为 它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 那虽然这个 list 不代表 不代表 你看完这个 list 就觉得 我小朋友有这几项 我小朋友就有这个 网络游戏成人 不是的 他纯粹给大家一个参考 他指到有这些 这样的症状 但是当然 我们都要给我们专业的人子 临床心理学家 或精神病科学家 去断定他是不是有网络成人的 那我给这个表给大家 是去比较下一个表 其实 他长时间去参与电竞的训练 其实和网络成人是有分别的 是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研究显示 电子竞技是排除了 网络游戏成人的一些标准 首先 你的小朋友 不会因为长期玩电竞 而导致有潜在的心理障碍 例如激屈 或者如果你不让他玩 他就会发脾气 就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第二 就是 其实这个是他 intentionally 他自己选择的一个项目 他是有计划去参与电竞训练的 所以就算他长时间 是参与在这里 其实他也有办法控制自己 其实他是可以好好地安排他的生活的一些规律 或者可能他吃饭 他不会沸腾忘餐 这样的 那第三 就是他虽然他长时间参与这个训练 但是他也不会伤及他们的身体 或者是他可能忽略了其他人 他家里 或者生活的时间 那第四 就是其实 想告诉大家 其实电竞选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模式 他都有他们自己的训练时间表 他们要做一些很多体能 去装备自己 这样的 那所以呢 都希望我们家长知道 我们要先了解他们 你的小朋友 为什么想玩电竞呢 都有很多方法的 那首先要从你们子女兴趣入手 你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不要一直这样就禁止他 这个不好 那样不好 那其实要是 provide他们一个平等 和正向的沟通方式 是给多些鼓励 他可能在他们玩电竞里面 他都发现自己的 就是 优点 长处啊 那样 其实你先作为一个聆听者 去知道他们 哦 原来他们 玩电竞是 他们想得到些什么呢 他们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那再加上呢 再加上就是 你同时间 如果你真的太担心 他不会因为长期 玩电竞 而忽略了读书啊 那样 其实呢 和他一起定立目标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是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很多谢大家 好 谢谢Claudia的分享 那我们也问一下 在场有没有朋友 有任何问题想和Claudia请教的呢 是 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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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这个分享 那我记得 前一段时间也有Google 关于电竞 那你们这个 调查呢 都有 是有收到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 很多谢 那我的问题是 你们会不会说 譬如定期做一个 这个调查结果更新 或者会做一个 重新一个调查 那可以 每一段时间 每一段时间 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转变 那样 哦 就是他可能 首先要对香港政府去提出一些 对香港电竞发展的一些建议 那 然后再从而在这些建议上面 再去加以 深入去 去访问我们的香港市民 去调查我们现在香港 究竟对这些发展建议 是有什么的看法 或者是多一些去数据去支持 其实我们香港电竞的发展 是非常有潜质的 是的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计划之中的 这个只是 就是我刚刚展示的这个研究结果 只是我们初步 可能是试试水温 去看看我现在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公众 对香港电竞发展 是有什么的看法 那因为你都看到 我们得出来的研究结果 都是非常正面的 那所以都是成为我们一个契机 去支持我们 去更多研究的一个研究结果 是的